台大新闻所举办的论坛中 首度公布了一份由跨校学者组成的计划团队 进行的研究调查 从产业概况影响层面到政策模式等各种面向 剖析数位平台对出版业新闻媒体的影响 这一次的调查报告就是包含台湾的杂志跟报纸 我们发现最主要他们受到平台的 第一个是在产业上面的影响 第二个是在内容上的影响 在产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整个数位环境的改变 让传统的这一些不管是纸本或是广告的营收都下降了 然后遭遇到非常大的一个经营上面的困难 另外可以看到的是说在网络上面 他们能够取得的无论是直接的广告 或是来自平台的分论都还是不够的 这个是我们看到在经营面发生的最大的危机 那在他们的内容面上面我们看到最大的危机 大概就会是演算法不透明 然后以及对内容的一些筛选 让这一些我们看到过去杂志或报纸 没办法独立自主的去完成我们所谓的第四权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没办法独立的这个监督政府 独立的去监督这些大的企业 那在新闻的这个产制上面就会流于八卦化或是琐碎化 那这个对于媒体的不管是产业或是他最后的这个社会功能 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论坛中针对如何与跨国数位平台进行谈判议价 公平会委员洪才龙也分享澳洲与纽西兰的经验 提供台湾制定规范的参考 澳洲当然是有立法嘛去年立法 然后就是说要求这个数位平台跟他们的传统媒体进行议价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那个纽西兰是没有立法 然后但是就说因为由他们的传统媒体的公协会 然后出面跟他们的竞争法机关提出申请 什么样的申请呢 就是联合行为的事先许可的一个豁免 联合行为的一个责任 由他们一起来集体谈判 然后没有立法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一旦通过了 然后数位平台Google跟你说 到时候就一样要跟这些传统媒体来做谈判跟议价 我觉得这个方法我觉得可能不思维 目前在台湾法律都还没定定的时候 这一个可能的方法 台大新闻所所长洪真凌表示 完善的分润或付费合作 不仅能改善台湾媒体营收上的困境 也可提升数位平台的服务品质 在这个数位转型的当下 那台湾的媒体的营收跟内容表现 其实受到高度的冲击 那其实整个数位广告呢 其实都转移到大型的平台 那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包括政府部门 文化部跟NCC 其实也有委托案 去做大型的媒体的产业调查研究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个研究团队 来做调查结果的报告 跟社会分享现在产业的现状 那同时呢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几项 就是说未来可以去解决 因应这些大型平台 跟媒体之间的公平的溢价 或者是各种的合作模式的可能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可能性提出来 让社会各界可以继续讨论 那整体来讲我们希望说 可以去改善台湾媒体 现在营收上面的困境 然后包括数位平台跟媒体合作 为了台湾的民主跟国家安全 可以尽一份心力 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在与会来宾热烈交流下圆满成功 中加宽平透过赞助举办论坛 也期盼能为促进台湾媒体产业 正向发展尽一份心力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马 news 我们下期见